北农总经理吴殷宁 本报喜资料照记者装秀面摄影 分享 国民党及立委层民宗今天在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质询时主张北农公司总经理吴殷宁 以国营事业管理法规定应到立院被询 但是农委会说吴强志性 国民党团透露 将令修法促成立法院经济委员会 今天安排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进行业务报告 林聪贤率幕僚列席 进行报告并被询 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议题持续延烧 包含欧洲参访行程 吴殷宁拒绝出席台北市议会被询等事件 曾明宗说 依据国营事业管理法第三条规定 政府持股未过50% 但是由政府指派公股代表担任董事长或总经理者 立法院得要求该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 治理法院报告股东大会通过的预算及营运状况 并被询 他还举例 财政部持股彰化银行仅20%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行文要求董事长或总经理 治理法院报告并被询 就有依法出席 曾明宗并问 奴委会有没有信心请吴殷宁出席 林聪贤说 请公股董事出席背询 倒是可以做曾明宗重申 他要求的不是董事 因为一家公司的总经理太重要了 吴殷宁不是一般职员 林聪贤回应 现在已经政治化 很多事实没有还原 建议可以就绩效评估他的表现 曾明宗说 农委会持股北农22.76% 不能推得这么前进 国民党籍的经济委员会赵伟陈超明告诉中央设计者 他会以经济委员会之名行文农委会 落实曾明宗的主张 不过 稍后农委会农梁署署长胡忠义说明 吴殷宁不是政府指派的公股代表去担任总经理 农委会会转制立法院的要求给北农 但是无法要求吴殷宁必须出席 会后 国民党立院党团补充 近期将提草案修政府控制事业与团体基准法 针对关股持股为过半的事业进行规范 让吴殷宁到立法院报告 被寻